外地人都觉得广西很穷 广西真的很穷吗 我今天就来到了广西玉林的一个仙村 可以看到这个村是背靠大山的 也算是我们所说的三喀拉的地方了 那这么三喀拉 这个村庄建设的怎样呢 可以看到整个村给我的地感觉 整体的村庸村茂还是挺不错的 一言万趣 可以看到这个村里面 有不少二层甚至是三细层的房子 这种情况你觉得广西穷不穷 反正我觉得跟我占江老家差不多吧 而且这个村的村道也是挺宽的 还安装了路灯 但是我发现这个村的房子有一个特点 即使是一层两层甚至是三层 有些房子的外面都没有粉刷的 看到没有 我不知道屋内是怎样的 反正在我老家 有些房子的外面虽然是不粉刷 但是屋内的话 却装修得很舒适 反正我们那边的理念就是 外面是给人看的 里面是自己住的 自己住的话要装修得漂亮一点 让自己住得舒服一点 不知道这边的情况是怎样的 难道真的是因为虫吗 但是我看到 有些房子虽然是不装修 但是门口却停着一辆小车 看到没有 还有我在这个村逛了一回 我发现村里面的人只有老人跟小孩 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吧 可能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去广东打工了 有些人去广东打工之后赚到钱了 有可能就在广东定居下来了 有可能他们在城市有房了 就觉得家里面的房子就没必要装修了 因为在这种地方的话 肯定是没有什么出头的 因为人人都想往大城市里面挤 可能这几是一小部分 我还在这个村里面看到 有些房子是比较漂亮的 就是前面这一栋了 这个房子的占地也是挺大的 应该都有一亩多吧 但是总的房子都是两三层这样子吧 有钱人还是少数 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好了 这里就是广西玉陵农村的现状了 大家看完季后觉得重吗 跟你家相比哪一个更富有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 那这视频就排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